真的吗 哇 然然 你在下午看到我了 太厉害了吧你 而且是不是很帅本人 你知道每个就是 只要是 因为看我们直播来的女生 然后再线下来看到我 问她们 你一个问就是 是不是本人很帅 她们说是 她说是不是比较高 她说是 但是一般 你会问这问 因为我没见过你问别人 但我都是她们自发性的 发自肺腑的说出这句话 什么话 你超帅 你家旗你好白哦 你用的是什么香水 然后就问这些 问一些有的没的的 对 看上去比较小伤高一些 对 好不好 喜欢家旗 就关注我们的直播间 屁类 我跟你说 真的你见到我 你会说 哇 她还蛮高的 肯定不好意思 说不是啊 不是说我问她们问题 我是问她们问题 也是 这不是说在客套 发现时都是那种 发自肺腑的那种 真心话 我已经感觉到 她们发自肺腑 不是让你们 只服于表面 不配拥有我们的 小饼干 我会给你们分享一个话 我会分享一个事情 有一天呢 就是我们在拍摄的时候呢 就有很多的人 在我们的门口看着我 然后就觉得 哇 我家也是有流量的人 感觉我们是顶 结果突然 我拍完了一个照片之后 我想下来 送一些饼干 给门口的女生吃 发现 发现 一下来 我说 我说导演 我说导演 我可不可以送饼干 给外面的妹妹吃啊 她们说 不用不用不用 我说为什么不用 我说我们要这样啊 我们要人设 很好弄人设 我们是真实的 对我们真实 发自内心想要送 然后导演说 不是我怕你难过 我说为什么要难过 她们说 外面一个人都没有了 我们说不可能 我说不可能 刚刚我上去的那一刻 还有很多人 结果 我就趴着窗户 这样左看 没有人 肯定在右边 右看 然后直到走 然后我们觉得 他们可能把 人全部都感到很旁边 然后我们两个就跑出来 走到路上的时候 像是我们的小饼干啊 就是一个落叶 空无一人 然后我们俩这里哭 然后就骂街 没有就是在指责 然后在说 大家只服于表面 都不配拥有我的小饼干 有失落 我想说你们到时候 可以期待一下 奈娃家族的 就是综艺 好不好 大家可以多多下一下 我们在四月份 就会跟大家见面咯 我们真的是很累的 拍了十天了 还有四天 整个不行了 我已经 你们知道 今天有一个人不在 一文姐去医院了都 累到去医院了 是 累到去医院结果下一次是你 过来还是我 有可能 真的有可能 真的很累 我为什么真的累到不行 那种累 好不好 谢谢大家的支持 今天上网红赛 就多关注我们的直播 九点半了 我们今天也请到了一位 佳琪的好朋友 也是已经来过 佳琪直播间 而这是第二次 上佳琪直播间的 所有女生 大家的好朋友 被称之为 口红一姐的 Summer Momoko 即刻巨异 来咯 有点不敢的 还是怎么样 哇高光抬头了 我还想说 Oh my god 你的脸又在 给你一个电子座吧 这个我们有点 不好意思 是邓子的问题 不是人的问题 邓子的问题 Wow Hi 我到底看哪个 看这主机会 在这 Hi大家好 我是今天刚刚得到了一个奖 是口红一姐 这不是我说 那你是高光一姐吧 高光一姐的位置 应该有你的一份吧 谁敢抢这个位置 我跟你说 我跟她挤 我就删她 这可以说吗 也没有必要 可以说可以说可以说 欢迎再次欢迎 我们的极客俊异 来咯 Hi 好较亮哦 你知道吗 就刚刚我在上播之前 就是你再做进来一点 大家想看你 好 就是刚刚我在上播之前 就有很多的网友在发 极客俊异海口 然后还有极客俊异 就是什么 这种路透图 还是这种 极客俊异的就是 是路透图 就是说你线下 看你美到飞起来 然后拍你很多的照片 刷的吧 然后什么动作都很漂亮 你刷的吗 没有 那我还不可能帮你刷吧 我用刷吗 Hi 所以你觉得怎么样 最近又有变漂亮吗 就是一天比一天吧 每天都是美到死掉 嗯 就你知道也就这点才华 那不然呢 所以这才华 其实很漂亮 对 最近也没发新歌 反正就这点才华 就先保持自己美才华 然后保持美丽 但大家应该有天天关注节目吧 有 是不是 你们应该看过 你知道今天在线下的时候 我们两个在做活动的时候 好 那人说 要成团 要成团 我说不要给我这种压力 所以内心是想成团 还是不想成团 不敢说啊 不敢说 就是说我想成团结果没成就很没有面子的感觉 不会啊 不会吗 因为我有别的工作 所以工作很多 好啦 其实我们前两个小时 嗯 一整天都在相处 嗯 然后我觉得我跟你说 就这次跟几个俊一相处 就觉得 哇 这个女生很有趣 有点东西 扎琪现在生意也挺大呀 哈哈 除了直播还有副业了 对 然后开始做自己的周边 狗狗的所有那些周边 已经发我好几套了 我说 他不知道我养猫吗 我知道你养猫啊 他给我狗狗的周边什么意思 就是让你去关注一下狗狗的点 OK 那你什么时候可以关注一下我叫抱抱 你家抱抱不用关注 你家抱抱很有名啊 你家抱抱非常漂亮 你叫几个俊养了一只 应该叫抱猫对不对 抱猫 他的品种应该叫抱猫 对对对 巨帅那种抱猫 哇帅到不行 就每次他扒那个朋友就 哇 真的帅到 感觉自己很想养猫 我的猫的那种样子 就是你的猫 那个猫不能属于任何人 对 我真的进去的时候 啊我看这个猫也可爱 另外然后店主跟我说了 你不应该就养这个吗 所以是店主推荐给你的 对 他就说你都不应该拥有别的猫 你只能是这个 OK 我就觉得我仿佛被大家定性了 是 所以今天我们 其实让你去了我们的咖啡店 然后我们给大家可以剧透一下 我们四月份就会有节目播出给大家 而且 我跟你说 极客俊养家里面的表现 非常非常精彩 而且我们今天还去了一个 我们从来没有做过的 我们俩都是第一次做这件事情 就是 在夜市摆摊 摆摊 然后去 让大家一起来买吃的 然后一起吃吃喝喝的 然后一起在那玩 而且大家顾客有说我熊他 我特别坚决 对面 辣妹你要什么 一杯西瓜辣妹 辣妹 西瓜辣妹 你的西瓜拿走 怎么那么凶啊 而且还说我们俩就是 就是别人过客拿走 那时候我们说付钱 就很凶 一秒变了 你就说 你的咖啡 你的西瓜汁 你的芒果汁 你的菠萝汁 付钱哦 就撒毛 就这样 也还是这样说的 不是直接就是那个 小饼干20 然后西瓜汁10块 好可爱 你看我小饼干 我限量的 保质期就是10天 但是我保证 你超过10个小时 你会吃到它 然后这个西瓜超好喝 你看你凉爽一下 介绍完了 30 他真的就变脸这么快 他变脸非常非常的快 所以就是 就今天呢 就是海口的天气哦 就是你觉得 跟你想象中一样吗 冷了冷了 比较前几天更冷 然后还问我 你冷吗 要不冷吗 你觉得我冷吗 他整个穿短裤 热裤 穿得非常非常的辣 然后整个在海口 我说你冷不冷 穿这么多 冷肯定冷啊 但是要拼住啊 我的妈呀 我在海口 我一定要尊重我在海口的这个事实 我不怪他零下20度 他也是海口 他就得穿热裤 那接下来我觉得 你是大家非常心目当中 非常喜欢的歌手 特上你还有一个身份 就是美妆博主 你的美妆视频 都大家非常非常的爱 今天我们介绍了一个顾客 他没看过我的美妆视频 看过几个俊的美妆视频 整个我就很生气 所以这两天我们在海口 就大阳光虽然是阴天 虽然没有那么的热 但是阳光紫外线还是很厉害的 所以像你这种 很健康的肤色 你平时的保养 应该比 就是正常肤色的保养 要更加的难吧 更难 而且我特别不喜欢 自己看起来很松弛 对 我不能松弛 你知道我这种人 就是我觉得紧致 对于我们来是最重要的 对 每天早上醒来 你知道我醒来的时候 我的脸都是垮到地上的 我要又靠各种美容仪 或者是我的护肤霜 拉起来 整个拉起来 你才能出门 对 所以每天护肤要多久时间 有算过吗 晚上睡觉前得一个小时 你如果换算上卸妆 这那得两个小时 就是所有的工作结束了 回家里面 到浴室里面 两个小时才能出来 两个小时 对 听到了没有 满满 你知道今天有个顾客 见到他本人的时候说 他说 极客 我感觉 岁月没有在你脸上 留下任何的痕迹 他说 我说这一番话 好文糟糟啊 然后在我们这个摊 让我们演啊 所以你听到这种话 会开心吗 开心啊 非常开心 觉得你那两个小时都值了 就觉得 因为就是 女生嘛 我不是说 我一定要 就是年轻啊 要怎么样 就是我们 要不惧怕岁月 但是我希望自己 是一个健康的 精神很饱满的一个状态 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对 那你有准备在海口 这两天再把自己的皮肤 晒得更亮一点 光泽一点 倒是在你旁边也不需要吧 你知道 就在这线下的时候会说 哇 极客俊一你好漂亮哦 哇 佳琪超白的 然后我在旁边说 他白是他的问题吗 那不因为我站在边上好吗 对 人 就怕对比 对 今天我们两个就是感觉 就是特别好玩 在这个马路上都特别明显 然后 一个非常非常的白 一个非常非常的健康肤色 谢谢你用健康 很健康 当然很羡慕你的肤色 而且我今天去见到了 每一位客人 就是我们这个 综艺节目里面 每一个女生 当地女生都比我白 我说 你们确定是海口的吗 对 你们是从别的地方飞过来的吗 应该是我吧 而且好多人为了见他 从上海飞 从哪里飞 然后前几天就排在那个咖啡厅 外面就来等他 我非常非常的受宠若惊 而且我今天跟着佳琪享受 一把顶流的感觉 没有啊 那种 到上去 顺带一下 没有没有 顶流那种狂喊 我们本来说要去免税店 然后可以 买买买 因为买礼物给你们 对对对 然后我就说 我又可以就是想怎么跳怎么跳吗 我问他 我说 佳琪你还用买吗 他说 我要买 买给我粉丝 当时我觉得我惭愧 你为什么惭愧 我惭愧 就是因为我都没有想到需要买给我的粉丝 对 大家很想买你的肤色 如果有那种肤色定制链接的话 应该让大家疯狂 他们也没有想买吧 就想拥有我而已 那么简单 是啦 你真的是 也很会的 真的太会了 所以我想再问大家 再问你一个问题 最近你录节目非常的累 因为他今天下午 一个下午我大吐槽 那个节目很累 说什么 不 浪姐非常的轻松 他说 出来离了歪了 斜了眼 他每天从那个浪姐节目里出来 都劈头散发的 劈头散发 整个就累到不行那种 训练 知道吧 训练营 吓死了 所以 就是在录这种节目 然后经常熬夜 然后做事又不规律 然后又各种城市飞来飞去 你皮肤最近有出现什么小问题 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现在就要给你们展示 有一颗即将要爆出来的大豆 我看到了 看到没有 真的你很真实 他已经在爆出来 已经在给你打招呼了 对 我的妈呀 所以你平时对于痘痘的护理 你是怎么样做的 就是不工作啊 没有啦 我现在立马就是把 线一扯 我就直接我痘痘来了 对 就说真的 因为大家很多女生 会有讲痘痘 天呐 我不完美 再见 你知道我今天给几个记忆 在下午的时候给他一个昵称 因为他今天下午 整个人大吸油 我没见过女明星 这么爱出油的 我说 我这里有吸油脂 我真的 你们想看一下几个记忆 和我俩谁油更多吗 因为这下午我今天也没有压油 你知道整个 电梯里面大吸油 整个吸得很真实的油 然后我说 你真的是个大油妹 油妹 我说这什么烂名 所以爱长痘痘的你 凭谁怎么护理痘痘 就是 我说实话 我还没有遇到太好的去痘痘的 我只能等他自己长熟 然后用姐的指甲 这指甲可以挤痘痘 你知道 你不能这样 可以 任何事情都可以 不可以 但我没有办法 所以你今天要教我 我要教你 这是我跟你说 第一个痘痘不能挤 特别是三角去痘痘 很危险 对对对 好痛 很痛 痛都快死掉那种 但是我知道人 大家都手欠 就是我们以前上大学的时候 手更欠 就是马克思什么课的时候 就一个镜子放到那 然后开始就疯狂挤痘痘 然后更容易挤痘 就很爽 那时候真的不要挤痘痘 因为痘印很难去除掉 你没有发现 对我有痘印 幸好我这个肤色不太看错 你刚才噎回去了是吗 是 我想说 你的痘印 应该看不出来吧 我跟你说 就是 就皮肤稍微健康 女生痘印可能看不出来 但是我跟你们说 白皮女生挤痘痘 千万不要 一挤 那就是一个痘印 那个印子可能要 很久很久很久 才能消得掉 所以呢 真的很有 你上来之前 应该还压过粉吧 压过压过 我来试试啊 真的巨油 我们两个 特别爱长痘痘 我还好今天 你还好 是 我真的真的还好 真的我们今天录到图中的时候 佳琪说 哎你等我一下 我要去那个 就是补个妆 补妆 你画哪了 我画了 我画了脸上 我们女生 两个小时坐那正儿八经的画 眼线 睫毛 高眼影 高光 腮红 然后各种 两个小时 她 她听说她也是两个小时 我没有 一个半小时 我一个半小时 我半个小时就到了 你刚才给我震聋了 真的吗 我们 我们导演 我们两个今天吵到 压一下 有没有搞错 我在李嘉琪直播间 大补妆 也是倒是不必 可以啊 我现在是素颜 因为我怕我 我怕我把我的花锡子散粉 给你补妆 你会整个变白 花锡子的散粉 我的天哪 我那个同事 想拉他出来 曾经在半夜的时候 站在马路中间 拉着花锡子 啪啪啪 补粉 全是那大物 我认为是最好的一个广告 真的 哦 所以你们都在用花锡子 都在用 我们这不真的比广告 这真的不是广告 因为我们今天默默口来 不带会 我们只是分享我们两个对于美的理解跟看法 对对对 好 你可以回到我痘痘上面 救我 救救孩子 痘痘怎么用 第一个就是第一个不能挤 然后第二个就是 当痘痘要爆出来的时候 第一个就是我们现在比较流行刷酸 然后第二个刷酸 你不知道刷酸 完蛋 我知道身上刷酸 你全身刷酸 不是吗 我非常想体验全身刷酸 你看 你真的定期全身上刷酸 你一直低胃不保 瞎说了一个什么浑身刷酸 你全身刷酸 我没有 我没有刷 但是你可以试一试 油皮刷酸很好 但是要慢慢的进阶那种 会怎样 换皮 我开玩笑 就是会帮你加速你皮肤的带水 然后痘痘会比较容易 就是消掉 然后代谢我们的 不是干掉了 就是消掉 然后你还可以用一些 比如是那种去豆水 或者去豆贴 一定要记得晚上去豆贴 去豆水 我有我以前有就是 敷那个爽附爽 然后就痘痘能下去一点 是就是豆贴一定不要挤 一定不要用的指甲挤 还有我有特别多的闭口 很多 我叫小东西给你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说 就是有一个T开头的一个精华 跟一个K开头的一个乳 超好的 你可以直接说吗 李福全K家跟TAKAMI的小蓝瓶 我不太听得懂 我怕你不好嘛 你有带云在身上了 对你不能听到这种话的 私底下我等一下发誓 你给你那种 什么 就是我既然你来了 我就跟你我们两个 好好的互动一下 就是我们玩点大的 就是问对方 你想要问的任何问题 必须回答 不想玩这种 这太可怕了 这种问题 而且我还准备了你 非常害怕的 小恐龙的那种牙齿游戏 这个游戏我跟你说 吓死人了 最怕这种 你就可以用的指甲 你也锁力进不去 他会把我 指甲掰断 那我立马 我跟你说 我大道理加急 我绝对的 来开始吧 干嘛到我了 对不起 我以为是我爱一盘 你爱一盘 就是想问问题 好了 去KTV必唱的三首歌 彩色的黑 你不唱我会跟你挤 肯定不唱 谁要唱自己的歌啊 所以你要唱谁的歌 去KTV还是唱 这得多自恋 唱这 彩色的黑 你刚跑掉了 你刚没找到掉 你像是歌手的身份 进入直播间 你没有找到掉 你玩的 假唱吗 你视频师 我开玩笑 不重要 不重要 但去KTV 唱自己的歌 就是有时候去拍杂志 就是放我的歌 天哪 不要给我关掉 说那种 一个动作都掰不出来 你总混成了 我给你再模仿 再跟你说一下 我比较搞笑的事情 我们今年在家里 过年的时候 然后我妈妈 就想要放音乐 然后连一下 我新买的音箱 然后我就很期待 她放一些 就好听的歌出来 她放买它 单曲循环 我就在家里面 刚刚在楼上画完妆 想要跟我的 就是家人们 一起吃吃饭 然后干嘛 就心里在那 买爱爱爱爱它 你知道我几个 哇 我想把这个音响砸 我说妈 手机给我 你还不如 放情音到天呀 嗨照来 我都愿意 我都可以真的 杀精嘛 所以你会唱的 三首歌是 三首歌就是分到 你的情绪 到哪个程度了 就是快醉了 快醉了 这醉可以说 当然可以啊 我不喝酒的 喝牛奶 快醉的时候 一般在跳舞 在跳舞 然后就是 比如说Big Band 一些那种 好跳舞的那种 好跳舞的歌 对对对 那个时候还能动 就比较偏 嗨一点的歌 对对对对 还在在 还是那种 OK 第二个要认真回答的 要说出歌迷的那种 好来吧 开始 第二轮 我没有再害你了 是让你先选 我感觉你现在有点强称微笑 你赶快马上就要给我发脾气 对对对 怎么办 好 用三个成语 客观的夸自己 客观的 客观 非常客观 中立的夸自己 美不胜收 我看你可以说出 美的几个成语出来 还有呢 美 美 美到目中无人 这叫为了快点 美的 目中 目中无人 这不就变成四个字吗 啊 美的 目中无人 什么鬼 你真的是 有点点疯了 是不是太晚了 对不对 所以第三个成语呢 第三个 想一个 啊 啊 太突了 这个词不能收 重新收一个 美轮美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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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土这些词 好 开始吧 最后一轮好不好 你让我问我一个问题吗 好 下去了 我问你 设计过的 真的设计过的 我问你 你说 不要讲话了 你 选个难点了 平时喝酒 你们说什么 我要最狠的 说酒 那是我们都不能在直播间说的 我们喝酒是很疯狂的 会抓走的 我说 你随便问一个什么问题啊 嗯 就是我们 到这一期为止 你最 就是参加了你这个 综艺的最喜欢的艺人 是哪一个 一定要说最喜欢的艺人 他不会看的 一文姐 谁 就是那个胖胖的女生 那个姐姐 今天生病静音乐 那个姐姐 我说女明星 她是 女明星 没关系你 我 你 最好 最敬业 我问你说 整个完全没有脾气 然后像晶晶那种大迟道啊 你都没有 全装到岗 然后整个就是来上班 然后可好了 做什么都可以说 啊 我就这么轻松的工作吗 还说 我是刚刚从那种军事里面出来的 我可以再力度强一点 那种感觉 你懂的意思吗 你应该让我马上50个俯卧成 我跟他说 完蛋了 没人刷的名字 都在刷晶晶 完蛋 啊 那你怎样 呛他 不重要 我只要 我只要有你得到你的赞据 这个我要到时候结下来 他们不看朋友圈 他们没有看这个直播是吧 我发朋友圈啊 哈哈哈哈 我刷热搜 哈哈哈哈 我买大头条 买大头条 每个人要看 李嘉琪说 他最喜欢女明星 就是我 对 就是你 早餐 前头来的明星早餐 早餐 早餐 你看看你 早餐 前面来的明星早餐 呃 其实是 完了完了 哦 就怎么怎么怎么办是吧 怎么办 哦早餐 对对对 差不多就这个意思 OKOKOK 懂了懂了懂了 好 那所有女生 刚刚是一个 稍微比较 哦 还有一点我要说 我没有化妆 今天是素颜 早上起来就长这样 素颜来的 不是说什么早上精致的妆 早上起来的样子 早上起来剪一下 为什么你们都很喜欢 你还剪睫毛 睫毛太长是吧 对 早上起来直接长成 寿星宫掉的 哈哈哈哈 哎 你的早上起来皮垮到地上 让睫毛长成寿星宫 你真的是什么样的早上啊 很想要突击 你的早上是什么样的 哈哈哈哈 很精彩我的早上 好了 我觉得就今天你来哦 大家都说你非常非常的 就是腊饶时髦 然后 所以我想再问你个问题 就是你平时 最理不开的三个时尚单品是什么 是吗 你又放空 他直接拍 他直接拍综艺 他问帅哥喝什么 然后帅哥说西瓜汁 然后帅哥你喝的是什么 西瓜汁 然后帅哥说 他说 帅哥跟他说 我的饮料呢 他说你喝的什么 哈哈哈哈 问了别人三秒放空 我是一个无法长时间集中精力的人 OK 我就能集中一点点 是所以你最理不开的三个单品 时尚单品是什么 三个时尚单品 我觉得是墨镜吧 墨镜 任何时刻就可以 哪怕你就眼睛 就 肿到不行 对 猪头 但是你墨镜一上 我告诉你 墨镜一戴 拉个都不矮 墨镜 第一个 第二个呢 帽子吧 帽子 对 所以你平时戴帽子造型多吗 多 因为就是垮他的头发 对 就一定要戴帽子撑住 然后把它盖住 帽子是你的第二个想要单品 第三个 第三就是我非常的 不能说怕了 就是我觉得 有时候女生需要 略微的保护一下自己 那就是围巾之类的 哦 围巾是一定要用的 就是可能一个小毯子 就是你呀你呀 哎 他的那个毯子呢 我那个毯子 我那个毯子 他有一个 他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毯子 今天就被我 我说妈呀 这个毯子好 特别解压 他那个毯子 这个痘痘 痘痘 就那种痘不垃圾的那种感觉 是是 就可以摸得很舒服 对很舒服 那又比较薄不重 就是他的那个 还没有上 对 你是第一个拿到的 OK 是 好不好 大家可以多多期待一下 他的时尚单品 墨镜 围巾 跟帽子 就是小披荆跟帽子 那今天其实邀请你来 然后 不要刷金镜 金镜有的我也有 都是女孩 我不会比她黑一点 但你可以将就着用 好 杠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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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事不如要开始了 好 来 来 所有女士 今天你知道吗 其实极客君 从来没有跟狗狗玩过 我今天第一次 没有抱过狗狗 完全 我的天哪 太老实了 特别的乖 就没有任何的 特别老实 你随便抓他 让我有一种 本来他那个 有三个狗狗 突然 就吵架 我要报警 救命 然后突然来这个巨老师 然后抱在怀里 好乖啊 我也有一种 突然想要养狗狗的感觉 对 有 所以你觉得今天狗狗 其实有在治愈你 或者有在给你一些 就是不一样的感觉 超级有 就是我是一个 不太敢去尝试 很多东西的人 我会特别定性 这个东西我不可以尝试 就是一定不会碰 对 我就彻底我就不碰了 我有很多就是自己 莫名其妙的规矩和规定 吓我一跳 宝贝啊 今天也是一个 很特别的日子 就很巧 因为今天是 佩奇跟小猪猪的生日 哎呀 哎呦 哎呦 你们俩过生日啊 对 他们两个是同一天生的 猪猪 猪猪 看前面 猪猪把你充充有声的眼睛 给他们看一看 你说你们好 我是小猪猪 我是小佩奇 我们两个今天过生日呢 过生日 对的 希望你们可以多多关注我们 有一点点的夸张吧 比我过生日的蛋糕还要大 比我过生日的蛋糕也大 超微大了一点 而且这个蛋糕是人吃了他两个的 你们可能会被挡住 这是翻糖蛋糕 真的整个被挡住 完蛋 多开消息一下 我们过生日了 今天可以请几个俊一哥 我们一起过生日了 生日 我们超开心的 他们每一年的生日都在直播间过 因为都在直播 我也到时候 要不我生日也上你直播间 我能把蛋糕比他大点 没问题 他这个好喜欢哦 是不是 你喜不喜欢小猪猪 狗狗是真的乖 很可爱哦 是真的乖 还有 还有 狗狗吃的 专门狗狗吃的 这个是我们过生日的 这个是狗狗吃的蛋糕 等一下我给狗狗吃的 胡萝卜蛋糕 我们可以把这个东西给他们看吗 你别舔 no 裴奇 no 哇 那么听话 耶 他非常非常的听话 很给你面子 很乖 他们最近上学颇有成效 我想闻一下他吃的 就是那种胡萝卜蔬菜 胡萝卜蔬菜的蛋糕 OK 我们也有准备狗狗的蛋糕给他们 然后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祝 我们的佩奇跟小猪猪 两岁生日快乐 快乐 还有我们愿天下所有的小动物 都可以找到非常非常有爱心 非常爱他们的朋友 和家人 对吧 无论是养猫猫的 还是养狗狗的 还是养猪猪的 还是养乌龟的 以及各种各样的宠物的 我觉得养了他就一定要对他负责任 一定要对他负责任 然后我们的上学日记 也是希望给大家传递的就是 希望让你们可以就是 知道有很多很多的陪伴 其实不是就是有声的 但是他们还会一直陪伴在你们的身边 让你们有一种力量 和让你们有一种温暖的感觉 不要说那种节点会很难过 会很难过 你知道今天我跟他在车上 跟他聊天 在采访了摸摸口几句 摸摸口整个又哭出来 我现在比较脆弱 然后突然到了免税店 然后他就这个买东西 眼眉还没看到就立马 逢内不准当不准当 非常不正常 而且比较敏感 那所以就是我非常非常感谢 摸摸口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然后非常期待 奈娃家族的节目 可以在上线那一天 希望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也支持一下 然后我觉得我们在节目里面 也输出了很多的 一些自己的观点跟内容 希望可以给到 输出了吗 输出了 你输出了非常多 导演到妻子了 说咱俩啥也没了 尽聊一些 就是朋友之间 那些乱七八糟的 全用不了 导演 我关机了 然后最后 极客军逸 送上2021年 你对他们的祝福 或者你想要对女生说的话 或者是你想要 对喜欢的人说的一句话 给他们一点力量 我觉得所有的女生 都要非常的自信 你一定要相信 我跟别人不一样 然后一定要保持自己身体健康 对自己负责任 我们爱美丽呢 不是说我想要取悦给谁看 而是到我每一天 我醒来的时候 我觉得自己是崭新的 是饱满的 是积极的 是充满了热情的 我觉得这个是女生 对自己的负责任 我希望所有女生 都能够独立的做决定 然后为自己的决定 去负责任 然后保持身体健康 保持爱心 保持善良 谢谢 最后还要 我还要祝我的好朋友李佳琪 因为今天我跟她在一起 我真的是感受颇多 因为她是一个让我觉得 我就是一个挺忙的人 对你知道很好 很忙 但是我觉得她是比我还忙 我觉得她就 在我眼里 她就是工作机器一样 她说你去找我玩 我说你哪有时间啊 但是今天 我再见到她 我突然发现 可能是因为 我们的这一档节目 我觉得李佳琪突然 慢下来了 她会在她百忙之中 抽出哪怕半个小时 慢慢地去思考 去回想 去放空自己 我觉得人到这个时候 就是最好的时候 因为我前些年也 巨忙 每天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干嘛 我不知道我的忙 是为了什么 但是到今天 我突然发现 我们达成了一个共识 我们只想 把每一个工作 都做得非常好 我们想要实现 我们的意义 和我们的价值 我们既然能够走到今天 既然那么多人 愿意来看 听我们唱歌 看我们直播 我们就是很幸运的 那我们也想要能够 真正的为自己的 得到的这一些 去负责任 然后我希望 佳琪能够身体健康 还有跟着她工作里 这一帮团队们 非常的辛苦 我就说 我的团队都觉得 受不了我的节奏 佳琪说 让他们来我这 试试 就你知道 多么可怕 他每天睡三四个小时 所以 而且佳琪是一个 非常负责任的 非常非常负责任的人 每一个跟佳琪直播间 买过东西的 或者我没买过了 我就来看一看 我看看佳琪这样 我也挺解压的 真的 大家都很幸福 祝佳琪身体健康 谢谢 刚刚是不是导演 在下面塞钱给你了 又多加点工资 说这么多 没有没有 我是真正的 今天表录 他们两个说睡着了 他们两个在后面 小猪说 怎么还没有说话 他打憨了已经 谢谢几个俊逸 谢谢你 谢谢 希望你下次再来 佳琪直播间 好 辛苦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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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 辛苦 下次再来 我 小心 小心 因为不知道怎么报狗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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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